好 再看完了十几课的生词短语之后 咱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ttlement of Australia Enterprising settlers unwisely introduced the European rabbit 他说在这样澳大利亚殖民的过程的早期 这些雄心勃勃的有进气心的这些殖民者 非常不明智的引进了欧洲的兔子 怎么一个不明智 咱们一会儿会看 首先咱们学习这个表达 这个days在这里面不是日子 不是某一天 而是表示时期的意思 days这个词用复数表示时期 一般多根借词in搭配 表示在某一个时期 咱们看一下常见表达 比如像本文中这个 In the early days of something 表示在什么什么的早期 在什么什么运动 或什么什么事件的早期 叫in the early days 同样的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in the early days of spring 在早春时节 咱们也就梦春 初春的时候 in the early days of our marriage 在我们婚姻的早期 就刚结婚 头了哪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Qing dynasty 在清朝的早期 就清朝的初夜 可以这么说 这是表示在某个东西的早期 那么还有跟它类似的 我们在某个东西的创业时期 创始时期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第三课讲过一个 in the pioneering days of 在什么什么的创始时期 在什么什么的早期 这个大家看看是不是还有印象 回顾一下第三课 十七页的第二行 十七页的第二行 他说 in the pioneering days 表示这个 mountaineering 就登山运动 这是表示早期 另外一个类似的说法 但一般多指某个事业 某个重大的事件 它的创始时期 可以用它 那表示days 还有很多精彩的表达 咱们回忆一下 咱们先说 想当初 在当年 有一个答案叫 in those days 注意 这个必须加一个计词 in 就是在当年 想当初 就是在以前 过往的某一个时期 咱们复习 在这个53页 第1行末尾 在第9课 53页 第1行末尾 第9课 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王室建立活动 这个课 它出现 in those days wonderment shows will welcome everywhere 它说 在当年 想当初 浪迹天涯的引游歌手 在世界各地 各个地方都受欢迎 这个in those days 是在当年 想当初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同样 在复习三册的第21课 三册21课 叫做丹尼尔门多萨 咱们也讲过 对吧 咱们再看一下 in those days boxers fought with bare fists for price money 它说在当年 想当初 这个拳击手 是为了奖金 赤手空拳 赤露了拳头 在比赛 这也是表示 在当年 想当初 别忘记 加借斯印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不能加借斯印的 表示在当今 现如今 大家还记得吗 these days 这个很讨厌 这个搭配 前面没有印 几乎只有这个搭配 前面没有印 当今 现如今 咱们同样做做复习 比如在三册的第四课 先看见三册第四课 阿尔弗里德布洛克斯 双重生活 these days people who do many work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than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他说当今现如今 做体力工作的人 往往收入 比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要多得多 当今现如今 these days 只有这个 前面不加借斯印 这个英语 就是个细致的 这个活 像绣花一样 每个细节记住了 咱们慢慢的 水平会逐步提高 不着急 一砖一把 慢慢提高 甚至还要说 在某人的某一个时期 我们加一个手格后面 再加上若干的修饰鱼 这个搭配也非常多 比方说 in one's younger days 在某人更年轻的 那个岁月里面 in one's school days 在某人的上 上学的时候 in one's student days 也是跟他类似 在某人还是个学生的时候 in one's army days 在某人的军旅生涯时期 in one's childhood days 在某人的童年岁月 等等等等都可以 这是days 不是具体 这个指哪些天了 一个时期 一段时间 这个意思 注意 根据是印搭配只有一个 没有印的 就是these days 记住就好了 好 我们接着再回到文中 他说在什么的早期呢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ttlement of Australia 这个settlement在这不是指殖民地 因为殖民地是可属名词 在这不可属名词 生死中这么讲过了 是翻译成殖民的过程 就当时呢 很多英国人慢慢搬到的澳洲这个过程 表示殖民的过程 这是不可属名词 咱们说了 对吧 再回到文中 enterprising 就有事业心的 有进取心的 雄心勃勃的 那时候有进取心的 这个settler 这个殖民者 就搬到这来住的人呢 非常不明智的 引进了欧洲的toth 这个不明智地 用的是un wisely 咱们表示不明智 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表达 我们来看形容词吧 这个un wise是一个常见的 对吧 跟它类似的 还有像ill advised 不明智的 什么值就用impolitic 也是表示非常不明智的 不策略的 做这事不应该 我们分别读一下 un wise ill advised impolitic 好 这是不明智的 或非常不策略的 可以用它 那么还有一个名词 叫做不明智的行为 愚行 就是非常愚昧的 这个做法 这是个名词 用的特别多 我们大声读一下 folly folly 就是愚蠢的行为 foolish behavior 你看特别像傻瓜 特别像fool那个词 这是folly 你看有个著名的一个 叫sewar swally 这个很有名气 叫sewar 它做的傻事情 就这个很纯笨的行为 这指的是什么呢 it refers to the purchase of Alaska from Russia in 1767 它指的是在1867年 美国从俄国手中 买了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这个阿拉斯加呢 在当时很多人认为 他是sewar 办下一个傻事情 sewar是谁呢 sewar means william sewar 当时美国的一个国务卿 叫william sewar 当时呢 他决定从俄罗斯手中 买来这个阿拉斯加 现在叫阿拉斯加 那很多人认为呢 当时他是个大傻瓜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阿拉斯加这个地方 都是这个天寒地冻的 也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动植物资源 人也不能当着住 冻死了 所以他们把这个称为叫 sewar swally sewar的这个 愚行 愚昧行为 或者干脆把阿拉斯加 这个购买 被称为叫sewar's icebox 叫sewar的电冰箱 icebox在美国 指电冰箱的意思 这是这么一个 fally叫愚蠢的行为 哪成想呢 人家sewar的有远见 为什么呢 后来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发现石油了 证明这个买卖很划算 所以谁笑得最后 谁笑得最好 不要轻易下断言 究竟好事坏事 谁也不知道 神秘的世界 好 再回到剧中 咱们看第二句话 他说为什么不明智地 引进了欧洲兔子呢 我们说了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多花钱 白颜色的依然是句子的主句 他说这种动物在澳大利亚 它没有天敌 注意 The Antipodes 是一个术语 它表示在地图上 与它相对应的位置 相反的位置 这个在南半球 这个在北半球 这个在东半球 这个在西半球 跟它相对立 就是从地球 如果把它穿透的话 从地轴穿过的话 从地球中心穿过 那么这个点是这个 那么跟它相对应的 刺破地球的这个点 就是The Antipodes 英国和澳大利亚 当好在地球的 从地轴的 一头是这一点 一头是这一点 所以叫The Antipodes 叫澳大利亚 一会咱们会看地图 那么这种兔子 它在澳大利亚没有天敌 这解释为什么很不明智 所以呢 Sildat翻成所以了 所以呢 它以那种兔子特有的 那种胡乱交配的这个方式 来迅速的繁殖 这兔子迅速蔓延了整个大陆 这个Sildat翻译成所以 我们知道Sildat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所以 一个是翻译成以便于 翻译成所以呢 是结果状欲从句 以便于呢 是目的状欲从句 怎么区分呢 很简单 就看看后面 是不是一般呢 来说是不是有情态动词 如果从句中出现情态动词了 一般翻译成以便于 为什么 中文也好理解 以便于后面 妈妈有个情态动词 以便于能够 以便于可以 什么后面出现 may might would could should 一般叫以便于 如果后面没有情态动词的话 一般不出意外 翻译成所以 在这儿没有情态动词 翻译成所以就好了 这个multiply 我们说过这个词 本来表示惩罚 在这儿表示迅速的繁殖 在繁殖 那么后面写题字 with that promiscuous abandon characteristic of rabbits 整个这个写题字 从with开始到句目 这明显是一个方式状语 就是修饰multiply 用什么方式来繁殖呢 就是胡乱交配的这个方式 promiscuous 我们讲过是表示性乱的 在性选择方面比较随便 abandon是堕落放纵 经常跟这个with搭配 就以 就怎样那种放纵堕落的形式 就是胡乱交配 然后characteristic of rabbits 这是形式端语做后制定语 来修饰abandon 表示这个是什么什么的典型特征 就是兔子的典型特征 兔子呢 胡乱交配 也不考虑呢 这个对方是谁 公兔子一看 是母的就行 母兔子一看 哎呀 是公的就凑合了 就是兔子特有的那种 胡乱交配的方式 迅速在这大陆繁殖 看一些细节 首先这个natural enemy 经常用复述 就是natural enemies 就表示天敌 那就是指动物嘛 它的死敌 天敌死对头 这个在马上18课还会碰到 咱们看104页第八行最后 104页第八行最后 有这么一个 purposes and sharks are natural enemies 海豚和鲨鱼呢 它们之间本来就是天敌 是天敌 可以这么来说 好 再回头一分钟 把这个搭配记住 in the Antipodes the Antipodes 指的就是澳洲 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两个国家 就是我们看到 这是the Antipodes this is Australia and this is New Zealand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为什么叫做the Antipodes呢 它是表示在地球 相反的两个位置 就是从地球中心 用一个轴穿过 那么刺破这边 是你的国家 刺破的另外一边 就是你的Antipodes 你看我们在 在这个地图上看 英国呢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小红线的位置 而澳大利亚呢 在这个位置 如果这地球已经是圆的 那么把从中间穿透之后 一头在英国 一头刚好是在 the Antipodes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地方 所以有这么一个称为 所以英国人如果叫做the Antipodes 咱们知道就指的是澳大利亚 或者是新西兰这个位置 为什么本文中用这么一个词呢 它是为了避免重复 因为在第一句话中 刚刚出现过的Australia 再用Australia就重了 所以你看单词量够大 我们写作 这个表达就灵活 好 他说呢 这个在澳洲啊 就迅速繁殖 所以呢 他这个在澳洲没有天敌 So that就因此了 因此他Multi 咱们说过是繁殖了 以那种兔子特有的 胡乱交配的方式 这个do something with 什么什么abandon 是固定搭配 以某一种 这个放纵的方式来做模式 这个搭配非常常见 这搭配把它背起来 do something with 什么什么什么abandon 好多形容词可以修饰它 比如说with wild abandon abandon是放纵的意思 以非常胡乱的 狂野放纵的形式来做模式 do something with gay abandon 就是这个gay是快乐的 高兴的 以非常欢快而放纵的 这个方式去做模式 do something with reckless abandon requless是不惧后果鲁莽的 就是以非常鲁莽的 这种不加节制的方法 去做模式 总而言之with什么什么abandon 本文中用的是 premiscuous abandon 就是胡乱交配的 这种放纵的形式 来做模式 咱们可以看一些简单例子 they danced with wild abandon 他们非常狂野的在跳舞 就是非常不顾一切的跳舞 可能跳了跳了衣服都掉了 非常狂野的方式在跳舞 可以这么说 with wild abandon 咱们可以记住 再比如说 Christmas shoppers are spending money with reckless abandon Christmas shoppers就是圣诞节的购物者 那他们在怎么样 在不计后果的疯狂的在花钱 就是把信用卡可能都刷爆了 with reckless abandon 就不计后果的 这个在花钱 这个结构 怎么类似的 也可以说 这是with什么什么abandon 这个结构 顺便记住 本文中是以这种 这个胡乱交配的 这种狂野的方式 后边又出现一个 characteristic of rabbits 这是后置定义 就是对于兔子来说 非常典型的这种胡乱交配的方式 它来自于be characteristic of 叫是什么什么的典型特征 be characteristic of something 是后者的一个典型特征 有的时候更通俗一些 咱们也可以用be typical of 是什么什么的典型的特征 这个搭配可以记住 本文中的B统子去掉 就变成形式短语 做后置定义了 但搭配还是跟of 咱们看几个简单例子 Such bluntness is characteristic of him 这个人就是这么迟钝 就这种迟钝是这个人的典型特征 Blundness 表示这个人迟钝 这个很笨 这种迟钝是他的典型特征 这个人就是这么迟钝 再并说 The creamy richness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eese from the region 说这个地方生产的这个cheese 就奶酪了 是什么呢 丰富的赋予奶油 是这个地区特产奶酪的一种突出的特征 是什么什么的突出特征 这个richness就丰富了很多的 creamy就是奶油的 奶油方面很丰富 就富含奶油 是这个地方生产奶酪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标志性的一个特征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再看一个考研阅读真题中 也出现了类似表达 这个也是当了后制定语了 咱们看怎么说 他说 with optimism characteristic of all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e came to accept that everyone is fit to be educated 以这样的乐观主义 什么乐观主义呢 就是这个工业化 所有的工业化 这个国家里面所特有的这种乐观主义 我们逐渐慢慢的就承认 什么呢 每个人都适合接受教育 就是这么一个 你看这个caracteristic of all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又是一个后制定语修饰前面的一个optimism 就是去掉了必动词到后制定语来用 用法跟本文中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搭配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甚至我们可以类似的来造几个句子 把它使一使 生活中可能我们都派出用它 那么caracteristic还有一个相关的词 就是在高级跃动中经常出现的characterize 叫是什么什么的特征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haracterize characterize 就是是什么什么的典型特征 直接用起乳动词 跟刚才那个be characteristic of 含义类似都是是什么什么的特征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bright colors and bold strokes characterize his early paintings 它的早期的绘画作品 特征就是明快的颜色和大胆的笔触 stroke表示画笔的这么一笔 bo表示勇敢的大胆的 明快的颜色和大胆的笔触 是它早期作品的主要特征 就是是什么什么的特征 那么它是个急物动词 是什么特征 如果表示某个东西有什么什么的特征 是什么什么的特征 如果它的画具有这个特征 那就都用被动了 表示某个东西具备什么的特征特点 注意中文中含义似乎是主动的 但英语由于这个词表示 是什么什么特征 它就用被动 叫做be characterized by something 你不用说 这是我们一栏看一看 这还是我们在这个考研 这个完形中的一个句子 我们看看这句子该怎么翻译 sleep is divided into periods of so-called REM sleep caracterized by rapid eye movements and dreaming and longer periods of non-REM sleep 它说了这个睡眠被分成了所谓的那种REM 就是快速眼动的这个睡眠 它的特征是 你看它的特征是 把be动词去掉 用carterized by 这非为动词当后置这个了 它不是carterized是什么什么特征吗 特征是用被动了 后面加by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眼球的快速的运动 并且和做梦 还有更长时间无快速眼动的睡眠 是这么一个 这是be characterized by 特征是什么 而主动的表示是什么什么的特征 确实英语是主动被动 非常微妙 咱们把它弄清楚 别把它弄错 好 下面继续说 它迅速就蔓延到了整个的大众 It overran a whole continent 这个overran 来自overran 叫泛滥或者是蔓延的意思 咱们看看 这个overran 这个它的动词自行的变化 跟那个动词run是一样的 run ran run overran overran overrun 百分之一般过去是 这是一般过去是 什么意思呢 to be present in a place in such large amounts or numbers that it is unpleasant 你看这英文解释非常清晰 它说在一个地方存在 以这么大的量 有不可说明词有amount 有可说明词有members 以至于令人觉得很不愉快 就泛滥 蔓延都成灾了 钱当然不可能是overran 就一定是这个东西太多了 让人觉得很不愉快了 这么一个overran 这是一个急误动词 咱们看例子 we have overran the garden 杂草 长满了这个花园子 泛滥到了整个花园 overran这是过去分词 因为它用词是现在完成词 但如果表示某个地方 充满了某个讨厌的东西 那就用被动了 对吧 用被动了 我们用the warehouse was overran by 或者with mice warehouse 仓库 因为ware不是货物的意思 成户的房子 仓库 仓库里面到处都是老鼠 就是老鼠泛滥成灾 注意 泛滥蔓延了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做主语 后面有被动 be overran by 或者用切词with就好了 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不一定指老鼠这种杂草这样的 有时指人也行 人太多了 令咱们不愉快也行 你看 a mall overran by 或者with shoppers 这个mall叫购物中心的意思 一个购物中心里到处都是游客的购物中心 你看这个里面又把b动词去掉了 很简单 overran by 是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制定语 修饰前面的mall 但游客太多的购物中心 说明游客多到 令人不愉快了 overran有贬义的味道 所以他说 这个兔子 迅速蔓延到了整个的澳洲 澳洲大陆 为什么用单数 因为第一句话末为 the european rabbit 用的是单数 是单数名词加定词的 它表示类别 但形式是单数 第二句话 this rabbit 也是用单数 所以在这还是用 这个it 这么一个 并不是一只兔子 因为前面 只兔子类别 用的是单数 用的是单数 后面呢 还是主位一字 就是这个上下文 把它主意统一起来 好 后面记者说 it caused devastation by burying and by devouring the herbage which might have maintained millions of sheep and cattle 咱们还是先看看语法称文 it caused devastation devastation 表示这个大规模的破坏 devastation 表示整个什么 什么坍塌 破坏 损毁 导致大规模的破坏 这个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通过什么方式呢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意识到这个锯末 这个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方式状元 以这样的方式 barro就是挖兔子洞 挖洞 这个barro当名词来用 就是兔子洞的意思 做洞词就挖兔子洞 挖洞 并且还有什么 and by 这个两个by是并列的 and的连接并列的 也是方式状元 通过贪婪的吞吃掉牧草 这个devour 三册的33克南望的田讲过 贪婪的吞吃蛋糕 这个狗在吃蛋糕 哄他 贪婪的吞吃herbage 也有人把它动成herbage 就是牧草 不可数名词 这个牧草怎么样呢 后面黄颜色的是牵套在 这个方式状元内部的一个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的牧草 牧草怎么样 它本来可以养活 数以百万的羊和牛 结果现在被兔子吃掉了 对我们的畜牧业 也是个重要的打击 这个maintain 在这不是保持 也不是坚持认为 它是多一词 在这反正养活 这个might have maintained 这是对过去的一个推测的语气 这个在新根界三册 第一课就讲过 might have 有的是may have 加过去分词 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一个语气不是很肯定的推测 这本来可能能养活数以百万计的 这个羊和牛的是这么一个 羊 sheep 单复数同行 复数不能加一次 cattle 这个词很特殊 它本身就是复数 所以它更不能加一次 我们可以说one cattle 不行 错了 但却可以说two cattle 这cattle 类似于我们说的people 表示人的时候不能说a people 却可以说two people 所以这两个都没有加一次 但不一样sheep是单复通行 这个是本身就是复数 好咱们看看里边一些细节性的变化 这个departation就破坏了毁坏 造成了这个毁坏不可说明词 通过挖兔子洞 并且通过贪婷地吞掉牧草 这个herbage 有些人动作herbage 表示这个牧草 我们牧场在三侧见过 叫pasture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牧草这个词 大声读一下 不可说的名字 herbage herbage 有的人前面h也发音 尤其在英国 有的是通常herbage herbage 美国叫herbage 牧草 同样的牧场 再读一下 pasture 英式翻译 再读美式翻译 pa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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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这是牧场 牧场是可说的 牧草不可说明词 表示牧场这个含义 在三侧的第41课 就是宁静田圣生物的遐想 咱们见过 咱们看看 他坚持为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 什么地生机体 什么树梢上 鸟儿在鸣叫 还有初生的太阳 在这个树顶 在这个 黎明时分 黎明时分鸟儿的鸣叫 还有初生太阳 在树梢和农场上闪烁 这幅美景 是无意伦比的 这个pasture 就牧场了 就是放牧的这个地方 注意可说明词 pasture 附属 另外注意这个maintains 在这 是表示坚持人为 它多一次 可以表示保持 保留某个状态 也可以说人作主义 坚持人为 还有像本居众 后面那个 which might have maintained millions of sheep's cattle 这个maintain 表饲养养活 也行 这多一次 但在41课里面 这里面 是表示坚持人为 这个意思 本来可以养活 数以百万计的牛羊的 结果现在都被兔子吃了 进一步描述 它怎么造成这个损坏 好 下面看下去 它说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at this particular variety of rabbit and apparently no other animal was susceptible to a fatal virus disease mexematosis 这个句子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先看语法成文分析 scientists discovered 这是句子的主句 然后that开始 一直到句末 这明显是并育丛具 科学家发现 发现什么呢 并育丛具里面主意是 这种特殊种类的兔子 这variety在这表示 与众不同的一个种类 variety在这并不是多样形式种类 这种特殊类型的兔子 括号里面是个插入鱼 并且显然 没有其他类型的动物 这个no other注意 no other 后面跟科学名词的时候 跟单数跟负数都正确 我们这里用no other animals 也正确 no other跟单数负数都对 都正确 然后was它的主意是 this particular variety of rabbit 形式单数 所以这还是单数 特别容易得一种致命性的病毒性疾病 be susceptible to 生死中讲了 就要易得某种病的 易患某种病的 病毒性疾病 后面maximatosis 化行线部分 坐前面那个致命的 病毒性疾病的通味语 就多发性粘液流 这种病 只是把我们这个句子 这细节 大概我们把它先看清 这里面有一个词汇值的 咱们去学习 就是variety variety意思很多 在这里不能表示多样性 而是表示种类 而特别是与其他的东西 略有不同的一些种类 一个变种 与其他略有不同的一个种类 你想 the lake has more than 20 varieties of fish 这个湖泊里边 有超过20种不同的鱼 这种与种 这个中间是不一样的 variety表示种类 跟他类似的还有species 这个表示物种 一定指动物和植物 动物植物的物种 我们再读一下 species 注意这个单复出通行 one species two species 都是species 这不能再加es了 单复出通行 当然英国人 有的时候会懂是species 美国有两个翻译 species species 我们在美军中都会碰到 你像endanger species 宾泊物种 你应该在这注意 这个词本身是单复出通行 所以不能再加es 还有一个jamr 这个jamr是个法语词汇 这个表示艺术流派 艺术作品 绘画作品的流派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jamr jamr 这是个法语词汇 就文学呀 艺术啊 流派种类 你不说 a musicaljamr 一个音乐种类 音乐类型 像爵士摇滚呢 literary grammar 一个文学流派 一个文学流派 所以文学艺术的种类 用这个法语词汇 可以 还有咱们以前说 那个书面语 什么什么种的 某一个种类的 大家还记得吗 在第三课 我们当时见过 叫of a什么什么nature 表示某一种类型的 咱们复习一下 比如说 treaties of a political nature 政治性的条约 协议 对吧 books of an erotic nature 色情类型的书看 还有questions of an academic nature 学术类型的问题 学术性的问题 还有像articles of a technical nature 技术类型的文章 表示什么什么种类的 类型的 用of a什么什么nature 用这个也行 这是咱们第三课讲过 这是复习 好 回到剧中 科学家发现 这种特殊类型的兔子 常如鱼 说显然 没有其他种类的动物 no other 讲了 跟单数复书都对 特别容易得 一种致命的病毒性疾病 就是多发性 粘液流 好 这句话 我们看到这里 这种东西 chapter 我 感谢观看